SafeX 香港动漫720 Hello 大家好 我是童话动画及视觉大学教育的马sir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HKDI腐败的动画教育系列 我上网看到HKDI有些宣传片 就是说他们的数码媒体系 他们的课程简介 今天就play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深入再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魔鬼细节 好 我们play一条片看看 数码媒体学系 总共分为五个高级文文课程 当中涵盖数码媒体领域中 不同创意的制作范畴 动画及视觉特效科 邮合真实及电脑影像 好 我们停一停在这里 我们看一看画面 你看到他的宣传片 就是说他们的动画及视觉特效高级文文课程 有几条宣传片展示出来 里面你看到有三条宣传片 第一条宣传片就是RHKDI 十大中文金曲的开幕动画 上一集我都说了 是由我跟的一个project 第二条片 这条片比较少人看过 这条片的名字叫做 阿妈你不要去死 这个也是一个学生作品 是由我跟的一条学生FIP 这几个学生都很聪明 很聪明的 这条片我们也入了中国内地动画比赛的奖项 我们那时候拿了奖之后 我都拉队和四个学生 跟着就上去内地 一个颁奖典礼出席 这条片做得非常之好 这条片做得好是因为学生出色 其实上当年这几个学生 是在读一个叫做61340的课程 是当时在观塘Ivy 还是三年制的高级文盟课程的学生 即是说学生是有很充裕的时间 去学习很多不同的知识 当然当时的课程 都是有中文、英文、普通话 全人发展、文化研习等 这些非切的科目 不过三年制里面 因为有多了一年时间 所以我们教专业的科目 亦都能够有更多的科目可以教学生 去到今时今日高级文盟课程 只剩下两年的时候 但是非切计科目一科都没有减过的时候 即是说现在的非切计科目 已经去到课程占了40% 即是说现在的学制出来的学生 他们的专业知识相对来说 就非常之贫乏了 现在学校仍在用一个 旧制度的学生功课 去做一个执行 其实有少少误度 好,再看看其他的宣传 超媒体课程 融合不同媒体 建构庞大的故事世界 这条片就介绍超媒体课程 超媒体课程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课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到HDI 他刚才表现了很多课程 每一个课程 都是用两年时间 去学习一个专业的 但是呢 他标榜的超媒体课程 在网络里面 看回他的Sillibus 看回他的科目 其实是由其他 那么多个Digital Media的课程 大集合 大家可以想象 上学的时间没有减少的时候 学的科目多了很多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没有可能 里面他只是说 给你很多的科目 你选择 你选不选择 也未必选择 简单比喻 就是 如果我有一个小时 去看一本书 那么我便看到 可能一百个文章 但是如果我在一个小时 里面 我给你十本书 你就每一本书 看到十个文章 左右 那就是说 你每一科都是水过鸭背 一点都不专业 一点都不深入 有鬼用吗? 那么这个就是 超媒体课程的 课程结构了 大集合 没鬼用 再看一下其他的内容 课程分流 每个课程分流 会有特定的班数 会跟从行业人才需求的概况 来分配班数的多少 同学在第一个学期完结之前 可以自由选择分流 相对地 学校都会因应同学学科的成绩 挑选分班 主持就说了里面有一个 叫做分科 分流制 其实分流制是什么来的? 其实分流制就是 一开始收生的时候 譬如HADI它开了 我假设了 开了五班 一次过就收了五班学生 一班三十人 就收了150人 那五班学生 去到第一个季节 结束之后 就会按照他的成绩 去分科 分科的时候 当然他也有说 主持也有说 学生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 喂 你选择而已 批不批是另一回事 你可以想想 如果有一班 是学2D animation 有六十个学生 选择的时候 一班只有三十个位 大约 另外三十个人 你就成为不幸的三十个人 如果当你是不幸的三十个人 其中之一个的时候 那在两年里面 你也是读一些你不喜欢的科目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慘了 你成为不幸的其中之一个 那不幸的人数多不多 每年都有几十个 你只可以自求多福 你求神拜佛 不要让你成为不幸的其中之一个 你见他在第一个季节里面 要分科 分科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可能有普通话 英文 全人发展 文化研习 可能有一科 那你在这么多科里面 哪些学生会优秀 一些会跑出来 那当然语文能力强的学生 会跑出来 那就是说 又是那样东西 语文能力强的学生 就可以选择 而他们有一个first priority 去选择做一个筛选 这个机制就是这样的样子 好 继续看 我们会请业内的人士 和大家一起做功课 好像拍摄饮食节目一样 我们会找出名的嘉宾主持 好像邀请著名主持 谭玉英小姐 担任我们学生制作的饮食节目嘉宾 令各位同学 有不一样的拍摄体验 学院会因应行业的最新发展 引进暂新的器材 例如将真人变成3D model的 photogrammetry技术 这些这么先进的器材 只要你肯学 都可以成为你的竞争力 效果会超乎你想像 你会见到内容非常之精彩 有谭玉英姐姐做嘉宾 有很多很厉害的硬件 但是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作为一个曾经任职过HKDI 任职过Gunton Ivy 十多年的讲师 我可以告诉你 是假的 骗人的 你想想那些什么hardware 其实有很多hardware 其实只是做show 摆出来是有gas 有高层利 有人参观 开出来给别人拍照 是完整的 学生能否用到 你不要妄想可以给你用 老师能否用到 可能上课的时候 开出来就玩一课 一课里面有几十个学生 去轮流 看一看就完整了 过去的经验 比如在Gunton Ivy 和HKDI 他们有一些资源 买了几百万 譬如里面有一些 叫做 Motion Capture Motion Control 这些hardware 其实买了几百万 但是十几年来 我多次request 去用这些Motion Control的机器 去做一些制作 或者做一些project 或者大学生去参与 做一些visual effect 那学校 从来都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复 可以给我用 或者这么说 十几年来 我从来没见过 学校的Motion Control 出现过 其实这个都应该联署介入去调查一下 或者政府审计署是否要调查一下 为什么一间学校用了百万 去买一些装备 而那些装备 从来没有出现过 消失了 是不是涉及有什么问题 其实VDC高层 你们好之为知 审计署应该介入 联署应该介入 好 另外 再说回这些3D Scanning 这些机器 当然我相信现在是在 但是 是不是被学生用到 就是第二件事 3D Scanning很厉害 能够在一秒里 刷完一个人 360度 多角度的影像 你可以想想 在现实的世界 有多少间公司 如果公司拥有这些硬件 两间 三间 会不会有呢 香港的绝大部分 动画公司 都是一些 蚊企 微企 大约是十多人 一间公司 几个人一间公司 这些公司 不会有这些硬件 这些硬件 其实你学会 有什么用呢 或者这么说 如果有一间公司 他有这部机器的时候 他最多就是 请一个technician 去负责 maintenance 和操作这部机 那你猜 有多少个职业 的光位 是关于这部机事呢 全香港会不会 多过一个两个 那学生 懂得来 有什么大用途呢 我们不是懂 如何控制这部机 一个出色的动画师 是说如何应用这部机 那你可以看回 其实在 你们动画课程的 试验物里面 有多少个科目 是教学生 3D的Ricking 3D的Animation 有多少个科目 是教这部机器呢 有多少个 专业动画师 教学生 学这个技术呢 大家心知肚明 又还是没有 那就是说 重要的是 一个动画师的 个人技术 但是学校 就放错了 角度了 学校就会觉得 Hardware 比一切重要 Hardware 只是课程 Promotion有用的 对学生来说 其实有多少得着呢 在我的 在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偶尔都会有学生留言 其实Hadi的 动画课程 做得差 有一大堆的投诉 然后呢 就会说 给这么贵的学费 其实都是因为 贪到那里 有resources 其实可以跟你说 整个Hadi院校 有多少resources 给动画系的学生 过去十几年 我都不见有 譬如 有的resources 就是 比如动画系的学生 只是有两间房 有些PC电脑 就是动画学生 会比较用得多 但是那些电脑 其实三年 升级一次 那些电脑 只是Nanovo 叉快 里面又有什么 reborn card 古灵精怪 上上课堂死机 设计后 整部手机 reborn 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真的 这些resources 那么重要呢? 今时今日 大家 在家里都有手来电脑 基本上 有什么resources 可以给你 我完全看不到 比如说 刚才那些 3D scanning 硬件 你会用到多少次 给到尽量 上课 其中一个modus 可能去参观一次 那一次有老师 开一部机 然后叫大家 试试 找一个学生 出来做一次demo 完 你用不用到呢? 简单说 作为一个动画师 最重要的是 个人的技术 如果你没有 个人的技术的时候 你是很难 在这个市场里面 去求生 而学校在 栽培人才上面 有很多问题 是出错的 第一 学校是不重视人才 譬如你看到学校里面 他们的 港师 其实港师里面 都有分 ORP 和NRP ORP 是旧约制员工 旧约制员工 其实很多时候都过时 但是 他们这班员工 是不会被人炒的 炒不到的 那 这班员工很多时候 都会是 人工高福利 好不用做 是不是? 另外有很多叫做NRP NRP 是一些新的合约制员工 这些新的合约制员工 可能 两年签一次约 或者是 有些什么经济动荡 环境差 要裁完的时候 就是裁完这些新人 那通常这些新人 都是比较贴近时代 或者接近业界多些 另外还有很多叫做 一些Term的contract 就是说可能 一年的短期合约 这班合约制员工 通常都会是 被人炒的第一堆人 很多时候 学校都会聘请一些敬人 回来做一个讲师 但是他们那张约 可能只是一些 短期的一年制合约 那这些敬人 未必会留在学校里 长期任教 那变成了 好的老师的流动就很高 一些差的老师 在业界找不到工作 就留回HDI 不会走 那变成整个体系 就是错了 希望大家学生 会多一些了解 HKDI的体制 和课程结构 后继 到底办公室政治 怎样影响到学生 在这条片 开头的时候 介绍了一条动画片 给大家看 名字叫做 阿妈你不要去死 是一些学生的FIP作品 这条片 是拿到第一届 中国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幽队的优秀动画片奖 这是这四个学生 很努力的成果 但是由于 HKDI CDM DEPARTMENT HEAD 非常之技裁 Terence Wong 非常之技裁 由于这条片 是我做supervisor 所以Terence Wong 就和学校的Tediction 说 这条片 变成Animation的禁片 在学校内 是严禁播放 所有的 所有学校的Talent Show Grad Show 或者一些 Open Day 有Guess来看 全部都一律禁止播放这条片 这是一个很差的做法 原来无能的上司 只会去提携一些无用的学生 哪个学生懂得擦鞋 就提携哪个 办公室政治如何影响学生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学生做得好 因为不肯擦鞋 所以被列为禁片 而一些成绩差 技术差 态度差的学生 因为懂得擦鞋 就被Terence Wong赏鞋 而聘请做HKDI的Talent Show 有些学生 根本上技术很差 连设置部PC都设置不了 就聘请做HKDI的Talent Show 而 因为懂得擦鞋 甚至乎被Terence Wong 再升职成为 Teaching Associate 一个TA 他任教 教一些新的学生 跟着因为这个学生懂得擦鞋 所以再升职做Lecturer 那真是好笑 这个学生 3D不懂 2D不熟 合成很差 technical很差 跟着 竟然可以连升几级 由一个学生 跟着就变成一个港师 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快点点点击下面条链 报名出席我们的免费收生广座 我们的文憑课程 已经获得资力架构认证 亦都入选持续进修基金 资助课程名单 请支持香港创意工业 记得subscribe我们 like我们 留言和share我们呀 再见 下方 会喜欢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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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二千 感谢观看